在前面我们学的这些内容当中 我们其实接触了大量的数据类型 我们也接触过这个变量 但是这个变量的话 我们其实就牵涉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变量的命名 其实这个好的变量名字 一个是可以帮我们快速去理解程序 另一个是好的变量名字 也能够让你的程序更加工整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其实就来解决一下 哪些变量名是合法的 那哪些变量名是我们应该去进行采用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变量的这个命名 其实在我们大型的这个公司当中 往往都会有一些命名的规范 那这里也是去编写一个优雅程序的 一个最主要的前提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 作为这个变量命名的一个规范呢 哪些是合法的这个变量名呢 哪些是好的这个变量名称呢 咱们来去学习一下 好 那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要去学习变量的命名规范呢 那因为当你的这个代码行数增多以后啊 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变量名 能够快速的帮你去理解代码逻辑 比如说我的这个变量名字呢 叫做Number 好 你很容易的想到这是一个数字 是吧 好 那这个如果呢 我的这个变量名呢 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N 一个字符的话 那我们这边觉得什么 这个变量名可能是数字 也可能是表示什么 是多个这个这个元素 也可能是这个yes no当中的这个no 是吧 好 所以呢 我们说有意义的这个变量名 能够帮你快速去理解这个代码逻辑 好 那除了这个有意义之外啊 我们说了 这个有很多人说了 我为了让你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代码 我把变量名字起得很长 对吧 那这个可能这一个变量名啊 就能描述我们的这个整个程序 它是怎么来去工作的 那这样其实也不行 因为这里边不同的这个变量名字啊 还可以去帮你去区分 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这些类型 比如说我到底是函数还是类 是吧 那规范化的这个变量名呢 其实就会有大小写的这个分隔 好 那这个规范化的这个变量名呢 其实还有助于你避免这个程序的错误 好 那我们再去使用某一个变量之前 这是一边你去通过这个名称 知道 比如像我们的这个number 你一看就知道 哦 它是一个数字是吧 那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我应该就是用数学的那套 内置的函数 而不应该用字符串 或者其他的这个内置函数 那所以规范化变量名呢 一个是可以帮你快速立页程序 另一个呢 是减少你出错的这个几率 那这个规范化的这个变量名呢 其实它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叫什么 叫做变量名必须是合法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除了合法的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规避Person的这个内置的这些关键字 那这里边咱们来去看这个啊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变量名叫做EA 好 那之前呢 我没有提这个合法变量名之前 肯定有同学也这样去命名是吧 好 EA等于123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就出了一个是什么 叫语法错误 好 那语法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指向我们的这个EA之一 好 那这个变量名怎么非法了呢 因为我们在去定义变量名的时候 它只能包括下面这三个 好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变量名只能包括字母数字和下话线 并且呢 不能以数字开头 好 这个很明确是吧 那我们之前的问题 这个EA的问题就是吧 就是以数字开头了 是吧 所以它是不合法的 那会告诉你 我们的这个语法错误啊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变量名当中不能包含空格 因为包含空格的话 我们的Python会认为 它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所以呢 变量名当中一定不能出现空格 好 第三个是什么呢 叫做变量名之间不能使用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啊 就是我们的Python内部啊 在去使用的特殊的功能 这些功能是不能被当作变量名 来去进行使用的 好 那有哪些关键字 我在这边把它的关键字啊 都给大家写出来啊 这些关键字就是不能被用作变量名的 那这些关键字当中 其实我们学过一个 就是in是吧 in是什么来的 是我们的成员运算符 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in 另一个字符串是吧 好 这个in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成员运算符 那它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字 你拿这个in作为我们的这个变量名称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Python就没有办法去识别 到底是成员运算符 还是一个变量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大概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关键字 那后边我们全都会涉及到 好 那这些关键字是不能被作为变量名称的啊 好 那你现在去跟它们去混个脸熟 对吧 等到后边我们再去逐渐去学习每一个关键字 它对应的功能的时候 慢慢就把它给背下来了 好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从正确性上来说 是吧 好 那这边我们说还有一个好的命名习惯 不止正确啊 还有一些命名我们觉得是好的 这个是适合去推广的是吧 那第一个叫什么 叫做减短 注意这边它不是短啊 而是减短 为啥不是短呢 因为这边有很多人去命名的时候 就是X等于什么 Y等于什么 Z等于什么 当你程序非常长的时候 那你有一大堆的这个SYZ 我们没有办法去识别 说这个SYZ表示什么样的功能 是吧 所以是简单并且是很小的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叫做描述性一定要强 比如说我们命名的这个编辑名 比如说String1 String2 String3 三个字符串 是吧 No.1 No.2 No.3 三个数字 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当你去使用这个程序很长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 只在它的计算过程当中 去临时去用一个变量 那比如说我想要去交换两个数 那这个交换两个数字的这个值 对吧 那这样我们的这个变量中间 可能有一个中间离时变量 这个离时变量 我们可以用一个这种XYZ MN等等 这个单个字符 那这个其实也符合我们的简短这个特性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中间过程 那我想让它去离时存储一些东西 这时候我们尽量让它去用作这个短小 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 除了这俩之外的话 那这边我们要知道 那这个变量的命名呢 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大写的这个Number和小写的这个Number 这俩变量表示的是不同的值 所以叫做大小写敏感 那如果呢 有的时候你用一个单词 没有办法表述你当前的这些功能的时候 那咱们就可以用这个下划线来去进行连接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个 两个字符串的这个比较 是吧 String 1 String 2 两个单词是吧 好 那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相反比较 结果也存到我们的一个变量当中 那其实可以加一个叫什么 叫做Test下划线String Test下划线String 好 那这边其实就是两个字符串之间 去进行了这个Test的比较 是吧 多个单词 你可以用下划线的这个方式来去连接 来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描述性 是吧 因为多个单词混在一起比较长 我们也很难去理解 好 那这边咱们看还有第四条 第四条是好的命运习惯当中 应该避免的 那这边第一个 尽量不要用中文 好 我说了 原来Python的这个变量名是支持中文 没错 变量名是支持中文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家 等于中国是吧 好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名 是可以用的 但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呢 第一个 我们要考虑程序的兼容性 那你的这个Python的程序 可能在Python3 也可能在更早的这个Python版本里运行 那如果你用中文的这个变量名的话 早期的Python版本不支持的 为了兼容性 好 另一个的话呢 是什么呢 我们说当你去说 我们去进行这个I18N 叫国际化这个编码的时候呢 中文的这个变量名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尽量规避使用中文 好 第二个尽量不要用这个E 小写的L和大写的L去单独出现 好 这边不是说我们去命运变量名的时候 不用这些东西啊 而是说尽量让它减少它的单独出现 比如说我们以L开头这个单词 是吧 我们可以写进去 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E 那这个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是尽量去规避它 是吧 单独出现 比如说A1 那这个A1这个变量名的话呢 有可能是被别人错认为Al 是吧 好 还有我们比较相似的这个0小写的O 大写的O 相信我拿出来 大家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区分的 是吧 好 所以呢 这边这个 这些不要单独去出现 好 那有个人说了 我们可能没有遇到这个机会 不是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前面写一个number下划线0 好 那这边我们可能是number下划线O 是吧 所以这个字符就单独出现了 尽量不要这种变量名 好 这就是变量 我们去命名的一个好的习惯 那最后呢 我来去给你做一个总结啊 那对于变量名的这个命名啊 其实有好有坏 对吧 那这个变量名呢 还有什么 合法和非法 好 那这边的话 首先第一个 在你去起一个变量名的时候 那第一个要符合Python的这个语法 要选择一个合法的变量名 那这个变量名不能是我们的关键字 那第二个呢 在去使用变量去命名的时候呢 一定要尽可能减短 并且呢 语义是非常充分的 是吧 我这个变量表示什么样的这个功能 好 那这里边的话呢 给大家留一个小的练习 这个练习呢 就是回头检查一下 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这些作业和练习 那这些里边的变量名 有没有像我说的使用了ABC XYZ MN等等这些单独一个字母呢 那请你呢 把这些变量名呢 改成描述性更强的这个变量名称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